哈囉!影片開拍了,我先轉過來 接下來要開箱 開箱我的電動工具 我先簡單介紹一下就好了 然後細部的話到時候再做簡介 然後就開箱了 我的公司名,然後台灣買的 好大的箱子 開箱 沒人幫我拍,我自己拍 然後,管它啦 從中間劃斷 開箱啦 吹風機 哇賽,這感覺好舊 不會拿好久以前的東西給我吧 我先看一下這個東西 之前有跟他講說不要拿太舊的東西給我 這個箱子好舊 什麼時候的 這台吹風機是對的 OK 這個 這個有在這邊 看一下內容物 就要不要拿這麼舊的東西給我 拿這麼舊的 舊也不要超過十年這樣就好 看現在製造日期 箱子舊沒關係 可是 可是齁,你這個製造日期不要太舊就好 它現在有寫日期嗎 零七年七八九十 還好 三年前的還好 外觀都這樣子 兩千六百多塊 吹的,然後可以吸的 三年前還好 找這樣子 這台型號就叫做 這座電動手提吹風機 這是1103 看一下 1103 可以吹的 這邊 OK 1103 UB 1103 2017年製造的 OK 長這樣子的 然後配件的話 就先放這邊 放這邊 東西太多了 放這邊 有辦法開箱已經很厲害了 放這邊 它裡面有 內容物有 說明書 OK 先放這邊 吹的 兩千六百多塊 然後這應該是吸的 吸的 OK 好 就這樣子 我先把這個放進去 哎呀 先把這放進去 沒有很久還好 三年而已 我還可以接受 這樣子是很舊 怕說 已經六七年了 七八年還拿給我 這個就有點太糟糕了 這個還OK 這樣子果然是很舊 然後 然後這個 這是我買的 這個是洗的那個用的 洗的那個用的 十號的 四顆 然後兩顆小的 OK 然後 再開箱一個 我先把這個拿到 哪邊放啊 我這邊 連放的地方都沒有 沒有 先放這邊 先放這邊 這邊 下面還有螺絲 它等開箱 然後這台是錘鑽 包裝成這樣子 簡單開箱 我沒有就 我一次開兩個 沒有時間再一個一個開 紙箱 OK 一個人拍是比較的 這台沒有很貴 這台 我把箱子先放這邊 先放這邊 先把這個丟進去啦 一次開箱兩個 這好像六 我等一下會跟講 先轉過來 自己一個人拍就是這樣子 一隻手要拿 拿這個 然後還要一拍 OK 然後一次開箱兩遍 ABT 這是低震動的 母天垂鑽 這台沒有很貴 我的那台是日本的 所以比較好 這樣怎麼開這個 變上去 OK 開箱了喔 這是六拍頭的 六拍頭的 然後這樣子 這樣 中國大陸製造 這台感覺就比較新了 這是 我等一下看它型號就知道了 OK ABT OK 希望不要太久 這2014年的 六年前 算了 算了 沒差 其實這種工具也還好啦 沒有說要多新多新 OK 這個還更久 可是感覺還滿新的 鐵工的 這台是 2601 生產地 生產地 其實這種還好啦 只要品質都好都會OK 它長這樣子的 年份是2014年的 6年前 OK 我的那台 2007年 還很好耶 07年的 我的那台2007年 日本製的 還現在還很好用 你只要 保養得好 其實這種線 什麼都還好還OK啦 不會搓整要怎樣 還不錯啦 其實在金門買也是會連份也是很久啦 算了它便宜 這樣就好 買超的 有的話它就連份新一點 那我記得好像我要買一台 那個在 在巨的 2010年的 那時候買也是六七年的 六七年的 有的話就要跟它拿新一點 忘記跟它講 就算了啦 沒差啦 OK 好啦 影片到這邊結束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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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喜歡的影片歡迎訂閱 這是兩台的開箱 它的功能 功能 就是一般的 就是 兩用的啦 可以鑽可以打 比較基本款的 OK 最主要是金壁斧啦 鎚打加熱的功能 點爬那個東西我買 買點爬了 OK 好啦 那喜歡的影片歡迎訂閱喔 掰掰再見